去了解了世俗 用根本定去了解了圣意 但是用两个完全不同的形式 所以在自俱派的话 他的程序或者他的认知是什么 不是只有佛陀可以用 一个人可以同时间用限量 去证得圣意跟圣意 而是说什么 唯有佛陀只有能以一个 限量的心事又了解圣意 又了解世俗 那个的关键是什么呢 因为就是那个心事 那个限量又既是根本定 又既是后德制 他又可以了解世俗 又可以专注一致于圣意的 这个是唯有佛陀的功德 也是我们在前面 在介绍宪观的这种二地的地方 大家还记得有没有有一点点的印象 我们有介绍到二地的这种的殊胜 或者说佛陀对于了解二地的这个殊胜 我们在介绍来这边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从八地这边开始来介绍 也就是说什么 这个地方是与身文的 与众不同的功德开始 特别开始什么 他没有任何的无碍值的恐惧 没有任何可以生起烦恼的可能性了 所有生起烦恼的可能性都去除掉了 在八地以上的话 那种现前生起烦恼的可能性都被去除了 所以这边来讲我们会说分出了八地 分出九地 分出十地的后德制 跟分出叫最后序流 最后序流就是什么 就是友情 众生的最后的一个序流来讲 我在跟大家讲 我说我以前的认知的错误 大家可能也有会疑惑的话 我们说什么 我们凡夫跟圣者的界限是在于 见到 众生跟不是众生的 这个普特邪罗是什么 是以成不成佛为检修 就还没有成佛的之前 他都属于是友情 众生 成佛之后才想我们说 他不算友情了 这个为什么后面 因为这很重要 因为后面我们会介绍说 为什么所有的友情的心绪是有佛性 我们说佛陀不算友情 大家有可能以后会了解 为什么佛陀不是也是友情 佛陀不是友情的那样子 我们不认为说佛陀是友情 就是友情的界限在于说什么 是刚刚讲的最后序流 为什么叫做最后序流 因为那是众生的最后一刹那 友情的最后一刹那 第二刹那 过后他就是成佛了 他就已经不是友情了 不是众生了 所以这叫做众生的最后一个序流 就像我们讲说什么 凡夫的最后一个序流的刹那在什么 是不是在于 佳行道的阮 鼎 忍 四滴 四滴的最后一刹那呢 是凡夫的最后一个序流 下一刹那他见到的就是 圣者的序流开始了 同样友情的最后一刹那的 那个序流是什么 是到于 刚刚说最后的十地的最后一刹那的 那个无间道 下一刹那的序流就已经清净了 变成是佛地了 或者我们有些经书讲说什么 第十一地 第十一地的 或者按照中大师的分法 或者入中论的分法叫什么 叫果位地 果位地的这个分法来讲 好 那我记得我们上次在介绍之后的话呢 因为这个地方他介绍了叫说什么 对字 正对字 跟已断除的时候呢 这边来讲我们会分什么 我们分阿比达摩 或者就是在佛陀的 在介绍智慧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我们一般会分什么 有分上品阿比达摩跟下品阿比达摩 我们所谓的上品阿比达摩的程序 就是什么 像乌卓菩萨的 我们常常看到什么 阿比达摩集论 阿比达摩集论 这叫上品阿比达摩 那阿比达摩在梵文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阿比达摩 就是什么 就是智慧品的 智慧品的 那以下品的阿比达摩是谁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阿比达摩拒舌论 或我们讲说什么 阿比达摩拒舌论的诠释是谁 它诠释的阿含经 诈阿含等等这阿含的话呢 这都是所谓的什么 就是或者说还要什么 像拒舌论所诠释的大毗菩萨论 拒舌论等于就像什么 现光专业论在介绍的是波尔经一样 它是对波尔经的解释 拒舌论对于说的解释是什么 是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阿含经 阿含经里面有分什么 杂阿含然后别别那种等等的 这种阿含的这个经里面 还有这什么呢 还有它会解释说 以前以毗菩萨中自己说法来讲的话 它会说什么 大毗菩萨论是佛说的 以我们来看的话 大毗菩萨论不是佛说的 是阿罗汉们把佛所说的 他们汇集 他把它汇集起来之后 那就已经变成叫做论了 那已经不是佛经了 所以是不是我常常跟大家讲 顺便跟大家再提示一下 我说以后大家有可能 有机会去看经书 或者经书来讲 那我为什么说 我在于所有的翻译本 或者别的教授里面 我可以说什么 你可以写注解 那没有关系 本来就是有很多的注解 可是你不能说 你的注解放在翻译本里面 你的注解放在翻译本里面的时候 那就是对于根本诵的注解 而不是原诵的 就像什么 从佛陀 这些阿罗汉从佛陀听取的 这个教授 他在于把它做于抄写的时候 我们说什么 我们就说这已经不是佛经了 这已经是大毗菩萨论了 这不叫大毗菩萨经 这叫大毗菩萨论了 因为你已经自己做注解 已经自己改变文字了 已经自己家喻了 如果是真的佛经的话 要什么 要像阿难尊者一样 如是我闻 意思佛在王色诚 与大毗菩萨众 说什么什么等等的 就是我听到的就是这样子 和我就是一五一十的去附送 我没有任何家喻 任何自己的文字想法 或者注解 或者什么比较 什么等等都没有 就是如是我闻 我听到的就是这样子 我这样子附送下去了 如果要家喻比较 要家喻注解的话 这就已经叫什么 这不叫做原文了 这已经是变成下一代的注解了 这已经到下一代的注解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是不是说 上品阿比达摩 跟下品阿比达摩 我们知道是什么 就是主要是从 无浊菩萨所流传的 对阿比达摩的解释 跟以什么 就是世青菩萨 对阿比达摩的这个诠释来讲 我们分的话 他说他们的程序的 断除烦恼的方法 或者去对峙的方法的话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以上品阿比达摩的 对峙的方法来讲的话 我用一下他的文字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是说 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说 应该是将生起之理而断除 跟一个是什么 将遮灭之理而断除 一个将生起之理而断除 跟据舍论所说的 我们看后面 他用这边来讲说 据舍论是所谓的 将遮灭之理而断除的 那将生起之理而断除 的意思是什么 是正对质 跟他的所对质来讲 不可能会同时间出现 我们再讲一遍 因为这个比较复杂 就是在正对质的 跟他所对质的东西 不会碰到 那为什么叫将生起呢 将生起之理 因为是正对质 将要生起的时候 所对质的就要将在灭亡了 有没有是将生起的 就是因为我以前 跟大家一样 我在这个地方 花了蛮长一段时间 才把它搞得很清楚 为什么叫将生 一个叫将灭 那时候刚开始会觉得说 那不是一样的 那不是讲的差不多一样的 不是不是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是说什么 是关键是在什么呢 是正对质将要生起 将要生起的时候 所对质也将要灭亡 如果正对质是已生起 所对质也已灭亡了 已经不在了 这个要回想我们 回想一下说 我们在于无常的方法 我是不是一直讲说 我们在于除了毗佛沙中 说什么是生 住 坏 灭是分阶段的话 我们至终是说什么 生 住 坏 跟正面都是同一时 这个东西已生出的时候 它就正在安住 它在安住的时候 它就正在坏灭 它正在坏灭的时候 它就正在灭亡了 这是三者同时间 什么呢 我们说生 住 灭 同时的意思 就是说 不是它将要生起 而是它何时生出 第二刹那它就不会安住了 就是它的这一个 应该说它的时间 或它的可以安住的时间 就是什么 就只有那一刹那 它已生出 它就正在安住了 它已生出 它就正在灭亡了 它已生出 它就正在坏灭当中了 就像我们说什么 我今生 我生出 我就正在老了 我就正在死亡的过程了 我们是不是说 那一个之 就是十二元起里面的 老死之嘛 就是我何时生起 我何时生 我何时就正在老 我何时老 我就正在死亡的过程了 我正在趋向死亡的过程来讲 当然不是已死 我们不是已经死掉 是何时生 何时就正在老了 何时在老 何时就正在死亡了 这个老 当然不是我们世间所谓的老了 你说刚才生的婴儿 它就已经老了 那有点 好 我们以前 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们那时候辩论 老师就跟我们说什么 那你说如果生出来 就是在老的话 那刚生下的小朋友 是不是就在老了 就是老当中了 那听起来很奇怪 可是这个所谓的经书 所谓的就是说 生下就正在灭亡 生下就正在老 生下就正在坏灭 这个是三者是同时的 所以它所谓的将要灭法的 断除的意思是什么 是对质生起 我们没有正对质 对质生起的时候 它可以跟那个所对质的东西 可以正碰到的 它可以有撞到的 就是什么 例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虽然有空性的智慧 加行道的空性的智慧 它是不是不可能 跟我执正面碰到了 它也不可能 跟我执正面碰到 为什么 因为不可能 对一个晋圆的两方面 怎么说 是不是 我执就是圆 例如说我们用这个来讲 我们圆的一样 这个是 也是我执所要圆到的 也是加行道所要圆到的 可是加行道所圆的是 是圆着这个东西的无地实吗 我只是圆着什么 圆着这个东西的地实的存在 只是在一个人的心绪当中 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心事 对一个进的两方面都有的话 那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现前有这样两个对峙的 就是我不可能又看到说 我又执着这个又是好 我又执着这个东西叫不好 那个我们以人的 或者我们以友情的执着方法的话 它没有办法对一个进 圆着它又是两方面的 正相为的两方面的 所以刚刚来讲的话 这个加行道 或者我们说 四第一的这个加行道 它跟那个我只是不可能正碰面 可是它跟什么东西碰面呢 它跟那个我只所留下来的 那个习气 我只所留下来的那个影响 或者那个能力呢 这我们叫习气嘛 我们那个习气来讲叫什么 或者说我们叫种子 或者习气种子是什么的话呢 这是这不是我自编的 这是在中大师 在他做的那个阿拉耶斯诵里面 说什么 什么叫做习气呢 就是当这个心事 将要灭亡的时候呢 它所留下来的那一个的影响力 或者那个影子 和这个时候所留下来 有两种